好,我們這集要講的是Sharp Ratio 中文叫夏普律 Sharp Ratio的定義呢 是寫成這個樣子 就是 一支 資產 或是一支股票 他的 比如說平均報酬率 減掉μ0 μ0指的是 叫risk free的return rate 這可能可以看成是銀行的 定存的年利率等等 然後這個sigma是對應到這個 每年的 報酬率的 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Sharp Ratio就是你的μ越大 當然他的值越大 但是Sigma代表他的volatility 或是 或叫做波動率 或叫做他的風險 那Sigma越大表示波動的很厲害 那我們當然希望這個μ越大越好Sigma越小越好 所以兩個相處 Shop Ratio就可以代表我們投資 某一支股票 他所帶來的效益 那所以Shop Ratio通常是 去評估 一個long term的portfolio 就是長期來講 那你的資產配置他的效果好不好 我們當然講一支股票就是μ是Sigma 那當然講到這個portfolio就是資產配置 那資產配置就會牽涉到說好幾個資產 他聯合起來以後他的μ是多少Sigma是多少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Sharp Ratio算出來 當然你可以看成說 如果Vollatility是1%的話 那你的 Return Rate是多高 這邊等於1% 那這邊Return Rate的百分比有多高 這是我們通常 假設你的 這個Risk Free的Return Rate是0 這個比較好 計算 比較好說明 好 那這Bank Deposit其實通常 現在年利率大概如果是個算定存的話年利率大概就是1%左右 所以有時候會計算方面我們直接把射成0 會比較容易說明 那比如說如果Sharp Ratio是0.5的話呢 這代表說如果 這個波動率是1% 那我的Return Rate就是0.5% 非常低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說我的波動率是10%的話 那我的Return Rate就是5% 那這邊我們都假設Mute等於0來做簡單的計算 那換句話講通常也就是你的波動率越高你的Return也會越高 但是如果你波動率很低的話你的Return就會相對比較低 就好像我們銀行的定存一樣幾乎他沒有什麼波動 波動率很低 但是他的Return也是相對比較低 好那這邊是一個範例就是 兩種Portfolio 兩種資產配置 那他對應到的Sharp Ratio分別是多少 第一種的是100%的持有 SP 500 的ETF SP500就是美國的 一支股票等於說就好像台灣50一樣 他把美國市場 市值前500大的公司合成一支股票 那另外一種Portfolio是50%是股票 50%是債券 然後把他組合起來 你可以想像債券是比較穩定的投資 但是股票就會起 帳 跌 帳幅 跟跌幅都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從2007年2008年到2018年 那他把的累積報酬率把它畫出來 那這是SP 藍色的是SP 500 那橘紅色的是50% 股票 50%的債券 因為債券比較穩定嘛 所以你可以發覺債定的 在跌的時候有沒有2008年09年整個都跌下來 在這裡 那債券呢就會 在股債的組合呢 跌就會比較少 比如說在這裡 但是純粹是SP500的話 他就跌比較多一點 但是相對而言在 漲的時候呢 這個 SP500呢 他也會漲多一點 但是 這個股債組合的話 他就會漲少一點 所以他雖然是穩定 但是在漲的時候 也會漲比較少 在跌的時候 也會跌的比較少 所以對投資組合來講 如果是 50%的股票 50%的債券 他的 sharp ratio 是等於0.4 那如果只投資SP500 他sharp ratio 就會 0.53 因為sharp ratio 比較低一點 因為他的波動率 會比較大一點 好 今天最重要的是講 這個部分 那 這張投影片 是看我們 如何用 daily return 就是每天的收益 和標準差 來算出 我們的sharp ratio sharp ratio 這邊有SR 來表示 那通常 如果你要算 sharp ratio呢 我們是要算 每年的收益 和收益 和收益的標準差 但是呢 你可以想像 一支股票 如果你要算 這個每年收益 和標準差 你起碼要有 10年的資料吧 那這10年資料呢 有時候時間實在太久 我們等不到那麼久 反過來講 反過來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算 每天 每天 每天的收益和每天的標準差 那用每天的收益和每天的標準差 來換算出 我們的 每年的sharp ratio 那首先我們看這個 那首先我們看這個daily return 就是 每年 每天的收益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 今天的 股票的價值 減掉昨天的價值 再除以昨天的價值 那假設譬如說 今天股票價值是5 譬如說昨天是5 然後接著呢 今天漲到6塊錢 那他的daily return呢 就是6-5除以5 所以就是20% 所以這算法上是相當簡單 那但是因為一天呢 有總共 一年呢 總共有252天 這252是 平均就是 他的 trading days 就是每年可以進行交易的日子 那各位應該還記得吧 假設z是一個random variable 我假設 z 等於ax 加by 假設這個z是新的random variable x和y也是random variable ab都是constant 那各位應該還記得 我們之前講過 我們的z的平均值 muz 就會等於a的mux 加上b的muy 平均值因為這個 random variable是 是線性相加 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他的mu也是線性相加 但是他的sigma 就不是直接相加 sigmaz的平方呢 會等於 a平方 sigmax平方 加上b平方 sigmay的平方 加上 兩倍的 ab sigmaxy 這個sigmaxy是他的covariance matrix 那我們通常假設 x和y 他的 他實際上是independent完全不相關 所以covariance matrix 會等於0 所以後面這個就不看 所以如果利用前面這個 利用這個式子來看的話呢 我們可以想像新的變數就是 有沒有x1加x 加上x252 那muy呢當然就是把這些 他們個別的 平均值把它相加起來 我這邊假設 x1到x252呢 都是一個 這裡呢 每個xi呢 他的平均值都是mud sigma d 這個d就代表d的意思 但我們最後要換算回來是 muy跟sigmay y是代表year的意思 因為 我們的sharp ratio 通常是用年來算 那根據前面式子我就可以得到sigmay的 252mud sigmay平方呢 就等於252sigmad的平方 那這時候我的 sharp ratio 以year 以年來表示 就等於 我的 muy 簡直是muy0 muy0當然指的是他的 無風險的收益 比如說我們的 銀行的定存的年利率 然後再除以 最後再除以一個sigmay 把這式子帶進來 就可以 就可以 muy 就等於252mud 減掉muy0 再除以 這個 這兩邊開平方 就可以得到sigmay 就等於 就得到這個值 那我上下 除以252 我這個分數上 除以252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但是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sharp ratio dailysharp ratio 就是以每天來為基準來計算的sharp ratio 這個muy0就是 每年的無風險收益嘛 那你除以252天嘛 那就是每天的無風險收益 那番茄來講我們就得到一個很簡單的式子 我的yearlysharp ratio 或等於我的dailysharp ratio 在乘上 更好252 那這式子就變得相當簡單 那 同樣的方式呢 如果我要算這個 從monthly return來算 yearlysharp ratio 那就是這個式子 yearlysharp ratio 會等於monthlysharp ratio 乘上 12的開平方 那當然這個式子都是一些簡化的式子 但有很多假設在裡面 比如假設 這些x1 x2 x252 這幾個變數都是independent 那所以他的coverage message就可以全部拿掉 就可以不用計算 這樣整個會比較簡化一點 好 那根據這個式子我們下面舉一個範例來說明 同學有時候就覺得這個 需要範例來說明才會比較清楚一點 才會知道說他真的如何計算 那我們下一頁就來計算 假設呢 一支股票 他的五天的 價格 在這裡 687 98 那假設這個risk free return 每年的年利率呢 是1% 是完全無風險 這應該就是銀行的 定存的年利率 那我問你這個correspondingsharp ratio多少 那這裡呢 因為 你只有每天的資料 所以很明顯你必須要把每天的資料的 他的每天的 以天為單位來計價的sharp ratio先算出來 好我們來先看到return return就 這一天減前一天出於前一天的 股價 所以這邊 86 直到8減6 除以2 所以 第一天就出來了 然後87呢 是7減8 除以8 這是第二天的 第三天是79 那就是9減7 除以7 這是第三天的 98就是8減9 負1除以9 第四天的 第四天的出來 所以這就是我的 每天的 return 那我很簡單 我把它算出一個平均出來 這就是我的mu 這當然指的就是muD 以每天為主 然後我可以把sigma算出來 那sigma算出來 那這就我的sigmaD 那當然我們在計算這個式子的時候 我用的是 sigmaD 平方等於 sum xi-mu 平方 再除以n-1 那這n等於4嘛 所以這個n就等於4 在這個實質裡面 好那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以天為主的 Sharp Ratio 就是mu減掉 0.01除以2呢 就是 無風險的 每天的return 原先 每年嘛 是1% 那應該有252天嘛 所以是 0.01除以252 然後muD 減掉 這個 無風險的 每日 return 然後再除以它的sigma 最後得到是 0.3863 那別忘了 這個是sigmaD 每天為主的 Sharp Ratio 那真正的Sharp Ratio呢 人家就要再把它乘上一個 252的 開平方 乘以每天的Sharp Ratio 就可以得到每年的Sharp Ratio 那這個番禮的Sharp Ratio 是6.133 所以簡單計算是這個樣子 讓各位同學了解一下 噴到真正要實作的時候 大概就知道如何進行 好我們簡單 今天的說明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看看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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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